長官好 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像現在台北市 疫情的狀況 可能單方面的升2.5級 那麼現在台北的狀況是真的有比較危機嗎 就這樣做是有必要的嗎 那還是說有沒有針對哪一些的縣市有相關的 風險評估呢 謝謝 有相對來講就是大概我們看到就幾個疫情 來講就是兩大 兩小加上一些零星的個案 兩大一個是在桃園 一個在高雄 那兩小一個在在這個新北 就是在等於在雙北 那跟這個宜蘭 那相對大家都很積極的在做 就說是要把這疫情控制住 台北要做2.5或怎樣 它是一個 我想這是一個形容 它介於在二級三級之間的 一個管制 那基本上大概中央來講 我們就是做二級 那當然要強一點 或什麼 那就地方覺得有必要的地方 除非跟我們這個 我們的一些相關的有漢格之處 那否則這個授權地方去辦理